哎呀,这个实在是太香了 老爸居然给我做了几只土豆泥 简直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先把土豆削皮,然后切成薄片 上锅蒸15分钟,直到土豆软辣为止 再加入黄油和一堆豆盐 用勺子把土豆撇压成泥 这一不可得有耐心 得把土豆泥压得又黄又细腻才行哦 接着把保鲜膜垫在小碗下面 把土豆泥盛到碗里压平 然后倒扣在容器中 稍微整理一下就行了 就像魔术一样 咱们再来搞一下酱汁 在小碗里加入耗油和胡椒 然后倒入鸡汁 这可是鸡汁土豆泥的灵魂啊 淀粉,最后再加点水 把酱汁搅拌均匀 然后在小锅中加一点黄油 倒入酱汁,小火熬到粘稠就好了 这个过程简直是烹饪魔法的开端 最后一步 把做好的酱汁淋到土豆泥上就行了 看着太用人了 我超爱吃 今天又给了老爸很多的动力呢 嗯 � sa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